我是有擔心過的 有嗎?沒東西拍嗎? 行不行嗎? 我本身是幻想這件事 是一個很Chill的鐵路之類 你看看我像什麼樣子 狼狽 這不是第一次的 我第一次了 我好像完全不知道去哪個行程 喂 黑Ben 哪裡的?你知不知道路嗎? 其實也有點想放棄 令我覺得我為何要搭鐵路來這裡 你跟蝦叔有什麼關係呢? 一言難盡 我們的關係應該是… 可能有些新的觀眾不知道Ban是誰 Ban其實就是以前我們Channel 簡單來說她是我第一個女人 解釋都無謂了 一直默默地陪伴她 在她幕後做她的那個女人 就是我了 大家好 所以她跟我女女外外都非常熟悉 所以這次也是我九位了 看你有沒有長大了 有沒有什麼不同了 看我叔叔過來抱抱 看看有沒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我的Ban一樣就多了 其他女嘉賓要樣有樣 要球有球 要腳有腳 這三樣東西我全部都沒有 這就是我最大的不同了 Ban跟我的火花確實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其實她瘋了我 其實我就把這個駕鐵路去旅行 Mambet pat的這個Idea 就告訴了給黑條廳 這些這麼辛苦的東西 叔叔去不少 所以對他來說應該少賽一疊 他應該覺得輕鬆 就是這樣就剪開了 這一場青春大冒險 又去日本了 很不開心嗎 很開心 因為你看看我的行李 只有這麼多東西 Wow Nice 是啊,我其他日都打算去日本才買 打算穿點酒嘛,是嗎? 是啊,我們這是一個很節慶的旅行 那些什麼?雪酒就走啊 我只是戴了一扣的相機而已 做得很好啊,戴他就夠了 我都沒見過你,原來的書包是可以高過你的頭 真的累了 看看你的造型 簡直是YAMA GIRL 我自己都覺得害怕,見到這樣的自己 其實都有點想放棄的 但是既然這個頭是我開的,我會堅持下去 這個就是你最喜歡的鐵道旅行 哈哈,我現在不喜歡 你有沒有擋風玻璃在後面 應該沒有人會看到這個是哪一個,在後面看過 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玩完了 第一天就已經可以結束了這個節目 還沒開始? 做到這一部分,已經是我們很激烈,再見 好嗎? 好嗎? 我們真正的鐵道旅行,青春十八,開始了 原來青春沒有了,真的沒有了 哈哈哈哈,這些真的是年輕才會做的事 哈哈,我想我年輕也沒有這樣做 最大的事是我想不到,其實有什麼可以去一下,之後會沒有了 是不會的 已經是只剩下必須的品,你沒有其他多餘的東西 哇,所以 哇 哈哈哈哈 要借力 哇 這個是有一個男人那麼長 好了,今天已經是Day2了,我們已經 其實是遲了出門口 Day2已經按不到Schedule了 沒錯 但是我們已經買到我們整個 旅遊節目最重點的地方 就是這個 青春十八的車票 這個青春十八的車票 其實價錢就是12000日圓左右 它就有五天可以任搭JR 除了新幹線或者一些特急列車之外 一天就是24小時內可以任搭 一天大概是2400日圓左右 所以如果我們在東京 向上去一些近郊的地方 其實就已經可以值回了這個票價 一個超級便宜的價錢 就不斷砌JR 沒錯 不斷上去的站 日本本地人是否真的很多人經常玩呢 其實你上網Google青春十八玩法 是有很多人都有玩過 挑戰自己的事物極限 因為那些應該是一天坐 可能十幾個小時 或者是兩天以上才能去到 但是也是有這麼便宜的價錢去 我們的路線方向就是一路向北 但是就是這樣 我們是 未知去哪裡 沒錯 今天第一波就是要嘗試亂坐車 你來香港應該乘車都很有目的性 就是這次我們只知道自己在東京開始出發 究竟乘車上去是會去到哪裡 或者看到甚麼呢 我們是甚麼概念 簡單而隆重的意識 抽選意識 是的 已經在電話中寫了一堆可能會去的站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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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那是甚麼 我看到的 阿富汗 阿富汗 我看到 阿富汗 我們抽中了這個 有點像AV旅遊 魚刀宮的G條 這些不能說的 我們已經說了 現在已經上了去 進軍魚刀宮深深處的列車 原來很多人都想上魚刀宮 日本人都想上 哈哈 這輛車大概乘1小時左右 之後又要轉另一條線才可以到達魚刀 大概2小時左右 不說時間了嗎 不說了 不說了 擔心的位置就是 如果真的是長途 我要去廁所是沒有的 這個列車 所以最好都沒有 不能夠渴水 在你的膀胱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 他坐在這裡很厚 很厚 很厚 而且在外面也很厚 我想說 現在雖然是坐到一陣 但如果不是拍片的話 真的有斜度 我覺得比較舒服 即是你每一站都停 是沒有力 那你的角色 你的角色是怪我 你好氣的吧 好像被人吊起了 哈哈哈哈 被人吊起了 但是你想想 你可以真的看到你 覺得很棒 又沒有吃飯 你可以先下去吃飯 坐了一會兒 終於看到一些 青春十八的東西 現在你好像覺得是Meme圖 放火那張Meme圖 你的樣子總是奸 還有你做學生有東西好嗎 有學生有位 搭車 有青春十八 哇 已經到了魚刀工 對了 已經剪了這個人 對不起 我們一路上去看看 走樓梯 真的要上去 來吧 這不是第一次的 我第一次 別裝了 我有點害怕 這不是第一次的 哎呦 好累 走 走 我想看到樓梯現在 正在轉身 褲蟲 謝謝 謝謝 我們青春十八 我們去西口西面找餃子 好 看看 圓雪中的餃子 就是餃子 但是來到那個浸味 好像醃製了這個城市 每一個人走過 都有浸餃子味 而且那浸味好像很好味 可以這樣 這裡每走 十多二十步 就有一間餃子 沒錯 我們還以為 沒有人吃的 沒有人排的 這麼多間 怎麼會下來 都排的 但我認為一場來到 是不應該選 沒有人排隊的煲球 我都要選 根據日本人的雜性 排得對的一定是好 這一間叫做 阿香蘭 你香蘭 阿香蘭姐的餃子 先試一下她的手勢 試香蘭的皮 嫩嫩 嘩嘩 試一下她包成怎樣 爆炸 爆炸 她包的時候在想什麼 我又想起你老婆 嘗嘗 先試一下原味 再試一顆 嘩 嘩 不知道會不會有辣口呢 嘩 會辣口 真的會 嘩 煎餃出色 這個汁還會擠出來 嘩 嘩 嘩 本來都是大阪王醬粉絲 但大阪王醬是皮薄一點 而且它的特色是煎到一碟冰花 它這個皮是煙韌的 我覺得煎餃可以結合 猜不到這麼好吃 魚刀工煎餃 果然是有些了毒 真的好燒焦 第一口味 好像這顏色是怎樣 麻醬 麻醬的餃子 我覺得沒有煎餃那麼經驗 它是硬 煎一個特別版的 對 對 這個就是全球中的水餃子 水餃子 我懷疑完全是零調味 嘗嘗 嘗嘗加醬 它是說加多少 沒有說 你喜歡 其實我覺得水餃子的意思就是 你自己的味 你喜歡 嘗嘗加醬 嘗嘗 嘗嘗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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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兩支都加了幾隻 同一個份量 要倒一些湯 如果不是這個就很乖 會很濃 是不是混合其實挺好吃 挺好吃的 如果三個要我選 我覺得水餃子 好像稍勝一齊 其實所謂的水餃子 它叫你加醋 等於我們平常吃 鹼醋吃餃子 差不多的感覺 不枉被稱之為 餃子王國 不枉我們坐了兩個小時來吃 我們吃完餃子之後 我們就來了這個 這些叫什麼呢 河仔 河村 很多日本的地方都有 有些人會在夜餐 聊天 聊聊一下 還有 做一些 上租的事 沒錯 而我特地下來 就是想做一件事 就是告訴大家 這次我這個旅遊節目 就是用了Nikon Z30 這部相機 去拍攝 其實上次如果有 看過我之前的一條影片 就是用這部機 拍動作鏡母打片 就和口罩小姐6號 但這次才是真正第一次 用它來拍旅遊節目 因為人家其實這部機 是主打超輕便的一部VLOG機 最適用的時候 它還未出這支12-28 整支鏡子很輕 還有它那個zoom 是不會伸長出來 即是不會有伸縮事件 照有攝局事變 它還有一個很好的點 就是就算它是12-28 它依然是不會怎麼變形 即是如果你問我 即是用過這麼多 即是Super Y的鏡頭拍攝 確實它這支變形的效果 控制得算是不錯 真心地 接棒 還有我覺得最關鍵的是 雖然我們現在下了無線咪 但其實它不下無線咪 它自己的機頂已經有內置的收音咪 所以你可以整件事 什麼都不用加的情況下 即是按按鈕 你就可以拍攝了 我終於可以收拾你了 這個心樽很厲害 很累 每一次穿雪包和拿回機 是第一個考驗 沒錯 葉師傅不容易 不容易 幸好我們昨天買到這個衣服 如果不是 真的要哭 真的不知道怎麼把這部機拿出來 Let's go 我們要去下一個地方 好 現在我們已經吃完考驗 我們想爭取時間 多玩幾個站 那我們立刻去下一個站 命運之輪再度轉動 阿暖來吧 暖白 我們要去這個地方 匯中藥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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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時間是 2點26 2點26 而在我們昨天的經驗 日本現在的日落時間 是4點多鐘 就開始黑了 所以我們現在2點半 走啊走啊走啊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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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看後面是什麼 這就是 阿爺太甜了 阿爺有沒有打算叫多 是挺漂亮的 後面的 還有我想說的是 因為現在大家看到一個光 可能對面前面才看到 其實已經是剩下人了 這樣的光 現在是接近3點 如果你說這個青春十八 限制的日周時間這麼短 我覺得是有點可惜的 但是我沒有的 這四個也有不同的原因 對 雖然青春十八 雖然它一買就是 五張有五張的票 其實它不需要五天連續 如果你覺得那裡 真的很值得留在你 是可以立即 等到你再想移動的時候 而那天你又知道你要搭很多車的時候 才用那張機器 我覺得現在這樣搭車 基本上最難定是行睡 行睡 本一站可以就是 一上車就睡 總之一醒就下個站自己下車 如果你睡醒 如果你睡醒 你不可以叫醒我 你不可以叫醒我 你要自己下車 你要自己默默地下車 但我還是不知道你去哪兒 如果我下車我會訊息你 那訊息你 這個就完全不是為節目效果而做 因為我們不知道去哪兒 也不會去到那裡的景點 純粹我常常在那裡 好像挺有想法 好像挺有想法 還是我們今集就這樣 現在開始睡了嗎 大家睡醒 我又不開動 我睡醒 回香港 這麼冷的 好 睡醒了 剛剛已經忍不住了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 哈基 哈基 完全不知道是 有什麼可以說的 嘩 好像真的是 是 大大地王 這裏都 這次真是來了一個 好像SIMS沒有工作的地方 還有我看到一個 很吸引的地方 是什麼 前面呢 是Toyota的租車公司 哈哈 嘩 嘩 那你適合了 天意如此 今天的行程呢 都去到肥色了 我們又可以坐回自己的車 對 3點50分 你看一下 太陽已經是 日落的狀態 對 而其實呢 這裏是 沒什麼可以做 除了 真的有文青的咖啡 其實很好喝 還有奶 哇哇哇 太飛了 人家說好喝 哇我們好熱啊 真的很熱啊 但是挺好吃的 如果有機會是 你應該坐在這裏 好像裡面的人 在那裏看書 是的 聊聊天啊 是挺好的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都不適宜再移動 去太隨便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選一個地方 可能就拿下腳了 離開車 又是 車子 離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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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激烈了 人們會以為你不是很辛苦 但其實是很辛苦 整個機師很嚴峻 突然間要跑 好累 她也是在這輛 她準備發車 好累 你看看我像什麼樣子 狼狽 狼狽 突然是狼狽 狼狽 突然是狼狽 掌聲 狼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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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歪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叫做惠津若蟲的站 剛才一搜尋 原來我們去了福島 怪不得有浸... 奇怪 這就是你道站的證明 Tention18 唱都沒了 現在我們向著酒店進發 我們找到一間有位 又便宜地 雖然這裡整個地方的環境 都是很香膠那種 不是說很多店舖比較乾淨 但其實我是喜歡來這種感覺的地方 這些地方才有旅客的感覺 而且已經完全說來了 市區 遊客和市區 沒錯 最近我還沒看到其他人 在街上 這個時刻 剛才你一間便利店都差不多了 正常人應該不會來這個地方都有 今集的看點 旅行的意義 日 不是 我想一下 先組織一下 今集的看點 應該就是 可以看到我們體驗一次 這個很RAW的旅行應該是怎樣 因為香港人很多時候因為假期不足 每一次去旅行的行程都很搭 上午可能只有三四個小時 我都要去三個地方 下午就五六個地方 晚上又要玩玩玩玩玩 到東西都收了 然後還要吃個飯 再去打機 或者再去喝酒 每一天的行程都要很充實 但你看我們的影片 你就會看到一個沒有計劃 讓自己放縱在一個地方流浪 應該是怎樣 那就應該是我們今集 想讓大家看到的東西 就是這麼Random 就是這麼沒有計劃 這次是狗圍地 我又感受到這種 這麼RAW 我真的不用想去哪 我又好像不太想想 我都交給我 我是有回復青春十八的時候 旅行的那個感覺 那種感覺就是 好像做了些事情 但又好像沒有做些什麼 經常大過的人旅行 就是要安排得很密 或者是我要很圓滿 但是其實你想一下 你自己年輕的時候去旅行 其實那些旅行是 好像有事情發生 又好像沒有事情發生 其實是這樣的 是去完好像沒有去 今天就是我和Ben 的一個旅行回憶 其實我們今天 就是去了吃餃子 和喝了一杯朱古力 然後來到這裡過夜 那別人會覺得很悶 但可能我和Ben 我們中間會覺得 很辛苦 可能我們有出錯站 然後給個站獎 說我們 這些就是我和Ben 的旅行回憶 旅行是玩回憶 如果你聚會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說總括 這次的Rendo之旅 其實是 過癮的 今集看點就是 怎樣去上日本電視 他要進來 他要進來 我沒有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 Radio 我們化妝保障保障 第一次上日本電視 你會不會是計 林日希之後 第二次可以上日本電視 radar 你會不會是